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是有些人可能不方便說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問他 他說什麼? 當然是講HMV 是不是你不方便說呢? 我一點都方便 很方便 因為我不知內幕 你不知內幕 但是你曾經跟 沒問題的 我都不懂那些東西 所以我亂說其實都不會影響到 反而有些人心理包袱就大了 先問問張宴大師 HMV股價大跌 有沒有內幕爆發? HMV怎麼股價大跌? HMV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是 少還是有問題 就不要說 對事就行 對人就不要 第二 股價這件事就更加不要說 講到HMV公司這件事是絕對可以的 我們知道有什麼地雷不踩 你踩吧 我先不踩吧 我先不踩吧 我記得我當年也有炒過8078這隻股票 但是那時就不關HMV 還有贏錢 我不是我輸錢 那時是炒亞視概念 我還記得 那時我還記得 我還覺得一定買到亞視 公佈之前 我還死都不賣 我身邊的人已經賣光了 誰知道公佈後 最後都是不買亞視 就跌回頭 你身邊的人贏不贏錢? 我身邊的人贏錢 那就是了 我們便宜 我遲一點要做一節節目 告訴大家 有時候你明知股星 或者明知股點 你都可以輸錢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要說到 那麼銅臭味重 先由一些很文青的回憶 開始講起 因為我記得當時 HMV 我講到全線結語的時候 有很多人 譬如鄭玉玲 這個是我們的集體回憶 我們當年就是 以行HMV 作為我們的其中一個 很常見的一種消遣 當然不只明星 我身邊都有些 應該是跟我同輩的名人 可能三、四十歲的人都會這樣說 他們就叫我八號頭 在我那個年代 行HMV 從來不是一種我們常見的消遣 不是完全沒有去過 但我們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我的童年回憶 如果買CD 或者買錄音帶 當然錄音帶 就不是HMV的年代 但不就是旺角 就是去信和 就是去荷里匯廣場 我們很少會去HMV 我講到哪裡買 我去湯仔 不是去銅鑼灣 銅鑼灣以前的消防公司 旁邊有間店 賣很多間 然後庫林酒家 對面那條謝飛道那裡 又有幾間 但是陸續就整理了 但如果講疑時的時候 就是不是疑時 我不是很疑 就是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條街謝飛道 駱克道 駱克道 全部都是那幾間店 只會陸續整理了 現在去哪裏買呢 我沒有去輝煌 這裏說輝煌很出名 在上環 上環輝煌 九龍城有一間 不知道叫什麼 那些買 我真的從來都不是HMV 我都是沒有HMV的童年回憶 一來我年紀 我小時候買的時候 就有一間在佐恩道 我住在佐恩道 佐恩道行空中心 地牢有一間 賬片店 我一個賣賬片 不算是很大規模的連鎖店 到有HMV的時候 我對HMV的說法是怎樣 就不是現在 後來我們朋友 轉型的HMV 轉型的HMV 我總是覺得 你去HMV 純粹去打卡 去撞一下人 認識一下人 看看有沒有一些 正月齡 看到一些名人 是的 是這樣的 我不覺得 這些都裝了 但是HMV 就是真的 你看 HMV本身作為一個 銀售店 是不能做的 但是作為一個 brand name 其實是很好的 brand name 問題是 你作為 brand name 你不知道怎麼變 但是名字 至少每個人都知道 如果我不記得 它當初是多少錢買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買一個 brand name 買一個 brand name 這個 brand name 是跟音樂related的話 是 而且這個 brand name 是國際性的 雖然不是國際買了 我覺得都是有一定的價值 當然 永遠都是Pryson Pryson Pryson好就不行 但是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說的 就是雖然跟HMV無關 就跟蕭定一有關 跟蕭定一有關 都要說 忍不住 很多年前 有一個 才技高手 很出名的 就是精通術數 可以開到名字嗎 不可以開到 因為我上次開了名字 他罵了一大聲 說另一件事 但他就說 他那時候 蕭定一 就是 十八歲 然後天天出去 天天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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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些 去那些 之類的 大家就說他沒得救 跟著那個蕭定大師說 這個人有前途 這個人將來一定發達 成就高了他老爸 跟著 大家不要相信 整一下整一下整一下 過了很多年 跟著那個蕭定大師說 你看看 是否真的 他說 如果我們說那個人 小孩子 top student 讀書又厲害 又奮發上進的話 這樣 我就說 大家都知道 老爸蕭定大師 蕭定大師 那時候蕭定大師 這麼廢 大師 這樣來 是不是 很厲害 證明我可以 證明我好 然後我說 其實他真的好 你真的厲害 大家覺得蕭定大師 那時候是好 什麼 跟著他說 未算 現在是開始 以後會更進 OK 想起完 跟著之後 這些人大家都出名 很出名 跟著之後 蕭定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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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蕭定大師 大家都很熟 如果要拆招牌 怎麼樣 你是不是不行 我對這件事的評價 我覺得蕭帝有一時挫折 還未到結局 沒錯 據說李嘉誠不是一層輸到要命 但未到結局你已經知道他至少有心去做 H&B他至少有做實業 他現在又拍本島片 本島電影 動築神探 三之六毫屯 雖然我不喜歡看 但至少真的破紀錄 拍攝這麼多高片片的本島電影 H&B大家都沒得救 至少他都教了幾年 人家真的肯做實業 你不要理他股價是怎樣 我又不覺得他有什麼 H&B都牽涉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覺得值得說這件事 因為他剛剛出了一個公司聲明 為什麼H&B會經營困難 其實我已經很努力轉型 如果你們最近有去H&B 反而我最近去多了H&B 因為H&B賣電影碟 其實那個鏡頭越縮越細 現在主要是賣什麼呢 就是賣喇叭和耳機 那不是的 喇叭通常都是在電腦商場賣很便宜的喇叭 或者是那些H&B H&B賣什麼呢 因為近年流行藍牙喇叭 藍牙喇叭其實是可以幾千元做到很漂亮 那是很適合中產的那種程度 你又不會買一萬多兩萬元的高價 你又覺得八幾二百元的那些喇叭很厲害 那你就買他那隻中階的千多兩千 就是對音色有少少要求 他也很方便的 因為他藍牙不用駁線的 你調適了一些我會說 我會說是藍牙就可以了 另外一樣就是他那個報告有說的 就是耳筒 其實他說現在因為Apple的iPhone 出了這個Airport 就是你現在周圍看到那些 藍牙的無線耳筒 所以結果就令到他其中一個很主要的收入 就是耳筒的銷量就大一點 結果就算不是關鍵的影響 起碼是壓碎這個駱駝背部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看到蘋果特意有去訪問一些耳機老闆 他說不是啊 有了Apple的Airport 更多人買了耳機 你不可以說這件事錯 我這個就要用我親身經歷去說 其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這些所謂中產的消費 就是偏向了這些無耳機和Hi-Fi的中階產品 即是我們的中產買樓就買不到 但我們又沒有那麼大筆錢去買幾萬元的東西玩 當然玩相機的零計 通常玩什麼呢 就是玩一兩千元的耳筒 或者買兩三千元的藍牙喇叭 其實反而多了很多人去看這些東西 我覺得因為我反而都去多了 他的確某程度上轉型成功 但為何這個Airport打死了HMV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買了iPhone 當然是用原裝的東西 現在Airport一千多元 我便當買了一個中階的耳筒 而我便不會再去HMV買千多元的東西 但你說現在那些專業耳機公司 我生意越來越好 當然了 別人聽慣了Airport 當然覺得原來音色會更漂亮 那我買一些更加貴的 那你四五千元的貨 我便會去這些地方買 但問題是四五千元的人很少 主流買千多元的人 沒有再去HMV買 那HMV便是掛柴 這就是我親身經歷 而很多人不相信這件事 而我有玩開耳機 我就明白這件事 你先說一說 我從經濟學的事有孔明分析 剛才大師說的話我便同意 你拿著HMV的牌頭 做轉其他東西 可能有機會厲害的話 會變得更好的東西 因為名字實在是大家認得的 但是如果要轉這些耳筒 我就覺得尷尬的位置 現在事後便可以解釋得到 但我也不明白 他們的店舖這麼貴 店舖這麼大 賣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你又賣這些東西 就算不是Apple 其他店舖 在旺角那些小小的那些牆 那些人都會曉得賣 對 即是變成是否要怎樣用得到這個牆 還是你弄小它 省一些租金 即是你用那個牆來賣這些東西的話 是很容易 你是不是要做街坊 你說的這兩樣東西都是一個基本問題 第一個就是 堅著加馬歐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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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做雞扒 再做豬扒 再做雞扒 其實都是泡租櫃 即是如果其實泡租是合理的話 基本上可以煮牛扒都可以 但是泡租櫃其實已經吃光所有的東西 大家不用看 也都沒有什麼人特別去關心泡租櫃 其實大家是關心樓不夠煮 或者是關心 即是明白嗎 掃租櫃這個東西 大家是全部是抑制了 那不是這樣 它比較難生存 即是它相對其他小的店 你都是照相架的 那放下去 你這麼大的一個牆 其實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 但你轉型做這件事 本來是給人進去的體驗 我聽錯了 是 這個只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做中下價貨 結果玩價可以玩到很低 人家的店舖便宜你幾千元 平均幾元一尺 我就便宜你幾十元 裝飾又貴 是 是 人家都很密集 放進所有東西 結果那些人就像百老匯一樣 我去了HMV 聽對的耳筒 再去一些平價的店舖買 這個只有一個問題 但不糾纏在這個位置 另外一件我很同意 周遠大師說的 為何有很多人今時今日 還覺得 8078股價大跌 這不是就是騙局 就是你玩財技玩出禍 如果這宗新聞出來的時候 跟我說 原來HMV的店舖全部都是假的 空心老觀的 他不是真的搞這些 那真的是騙局 人家是實牙實恥 租店舖去搞這些 在我印象中 香港什麼叫騙局呢 就是他真的沒有做過那件事 那些可以去廢的那些 那些可以去廢的那些 但問題是 現在燒定一 當然我們對於實業的解釋 有不同的定義 但在我心目中 他現在是香港真正的實業家 他真的實牙實恥 跟你幾百萬去租店舖 去搞一些表演的場地 去賣東西 他搞那些什麼VOD 我們是說香港的Netflix 有些串流 全部都是實質的東西 應該這樣說 我想這樣說公道一點 其實炒股票 就是個個炒 不是上市做什麼 李嘉誠都會搞那些股票 所有公司都會搞那些股票 Split都會搞那些股票 所有這些都會搞那些股票 搞股票是一個不變的事實 但是在這十幾二十年來 搞股票的人之中 只有完全沒有做任何正經生意的人 才能賺到錢 因為他做正經生意 你要麻煩他做正經生意 而且搞很多事情 花了你心力才會死 你做Poncy Scheme 你收了一百萬回來 你就拿了一百萬 拿回七十萬去炒股票 那你就很過癮 股票又升又升 但是如果你搞股票的時候 你拿了七十萬去做實驗 那你就太過了 那你沒有錢搞的 你拿了十萬去做股票 你肯定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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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所有就是因為這樣的問題 所有不做生意的股票 就永遠是贏最多錢的 真的做生意 就是蕭若元當初的時候 為什麼會是2000年的時候會出問題 因為在所有做科網之中 它是少數的正經激的堅重 連湯多金也是找你品 湯多金到最後 咦 做到什麼 現在是今時的 你講湯多金做什麼 蕭若元是真正堅做生意 然後就 然後就掛了 整件事是很唏噓的 然後蕭若元東山木 在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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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真的有做生意 雖然是衰了 但起碼是他堅造 你就不去讚他 你就說他騙人 當年蕭若元被人一沉白彩 但是他至少真的堅造了網出來 人家那天那些無端端 請我的朋友有某軍 請我的朋友三皮一句 突出網出來賺了10億 然後就從此逍遙快活 那些就沒事 雖然你一直罵他 但是那些是蕭若快活 但是你堅造那些 你還會去說那個人 先不要說他的股票 因為股票騙人就肯定了 但問題就是至少他有實驗 他騙人至少也有工作 他實驗他做不好 他做得好的股票就變得不騙人 他實驗做得好的股票就變得堅強 又有實驗又是股票又堅強 那個股票就是actualize 所以他的實驗可以撐住他 對 至少人家有個志氣在 整件事 好過你只是說 他拐明那次是遲早都倒了 但是你的實驗就是 他如果實驗做得不行 實驗做得不行的話 股票是不會倒的 這個都令我想起 如果你說虛擬貨幣 我自己有跟了一隻Litecoin Litecoin整個系統 整個獎勵機很成熟 但是它的價錢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但很認真做 但有很多老千虛幣 就升到天高 而你覺得香港 搞什麼文化創意差 是沒有前途的 因為你去搞而失敗 人家會踩多你兩腳 但是通常那些 只要靠趨水德國 什麼都沒有 做沒有成本的 才是最多的 因為PWC 永遠都是沒有成本的 他可以扔更加多錢 去搞其他價格 搞其他那些東西 如果你做Skin的 你的錢去搞那些東西 你去做其他實際的東西 做炒的東西 HIGH TECH HIGH TECH 很適合 而香港人 不要再跟我說 什麼 鼓勵創科產業 什麼什麼 我們香港人 都不買 香港人 因為你堅造而失敗 就會笑你 然後那些騙人 而可以炒到上天 你就會拍手 那你還沒有 騙人上天的 都不會拍手 因為那些書的人很可憐 當然 騙人上天的 自己拍手 他自己拍手 他自己拍手 你不會很可憐 但是騙人 騙人 到最後你現在贏錢 那些人 贏最多錢 這麼多 這十幾年來贏最多錢 什麼都不做 買了樓去收租那些人 對不對 但是那都是沒有事 那都是沒有事的 做實業那些全部 我賺了錢都不夠交租 我賺了錢都不夠交租 我做實業 開一間酒樓 開一間什麼 就做了一間 香港的客觀現實 我們改變不了整個大小 好 我們今次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